口业最容易犯 所以口业有四条 你看身三条 意三条 口四条 最容易犯的 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所念的功德都从口里流出去了 不能包容 不能容忍 喜欢批评 所以念一辈子佛 不能卧身 海鲜老和尚一生 九十二年念佛 它是累积没有流失掉 这个功德多大 我们是一面念一面丢掉了 造口业 所以佛把它列在第一 特别告诫 念佛人 因为这是特别 快速通道 快速臣服通道 这个圣神业比什么都重要 善呼口业 不积他鼓 也就是不忘语 不念邪 不祈欲 不窝口 要守住 为什么会造业 当然 意义是主 你起心动念不善 意义是贪嗔痴 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无独屈 无独居住 其心动念 很容易 很自然的 多想到 神人利己 这就坏了 这就造 三无道的业 自己不晓得 有意无意 天天在造 功德 累积不住 念佛的时间少 造业的时间长 念佛的力量薄弱 造卧的力量 浑厚 你怎么能离开三土 说的不好听的话 你怎么能离开地狱 全都造的地狱 经也没听懂 没听懂 听的变数不够 为什么不够 不够 是用散乱心来听的 佛是用散乱心去念的 所以听经念佛 得不到效果 我们现在改个方法 把海鲜老河上这片光铁 看作是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的总结 我劝大家 一天看三遍 看一年 提倡 一年 一天看三遍 一年就一千遍 一天能念一万圣佛号 那就三百六十五万圣佛号 这一年下来 决定不一样 那往生极乐世界 就有把握了 如果三年不断地决定的事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听到你 对 好 我想要 你 想要 想要